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个实验 假如你看见你的对手点歪了,你会怎么办呢? 今天我就来扮演那个点歪的人 好,这班级我是黑旗 下一步我就想故意点歪 对手不会看到我的战绩就跑了吧,果然 好吧,重新来 这班级对手是手机 所以他不会第一眼就看到我的战绩 好,我故意点歪了 哎呀,点歪了,点到了二路 这怎么办呀,对手假装没看见是吧 行,不在左上角搞点什么吗 直接过来挂角了就 二路,我觉得白旗在这走一步应该能赚不少吧 既然他不管,那我也不管了 我先挂一件 这番旗好像这个二路并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东西 点进来 这个定式白旗好亏的 这个定式白旗特别亏吧 我是站脚呢,还是 站脚吧 我就看他为库能为多大 左上角没人管呢 我就看着办吧 我也暂时不想管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左上角 这地方敢挡住就很奇怪 这可以打吗 可以打一下 然后尖 刚刚这步起很奇怪 他跟我肩交换明显亏了呀 他也肩 好 那我一路压,我觉得模样不就没了吗 再压一下 还可以再压一下 没事,这个压不怕的 我把自己压厚了 他的空也就围不起来了 好,往这掉一下吧 简单 简单一点 我也不想打窝进去作战了 让我看看 他这个补齐就很奇怪 有这么补的吗 然后想想怎么处理 就这样吧 走得轻一点啊 没事 往这走一个 能盯着下头白旗的两个小飞的断点 可能吧 我也就随便扔了一个 我都没想清楚 左上角还没人管 我都点歪了 不会都没看见吧 左上角咋能不管呢 好,那先把右边处理一下吧 然后待会再说左上角的事 对手是一个手机端的武断啊 没事 没事了 然后这边 靠住 感觉怎么走都行 这白旗 断开 断上来 这白旗斑就很离谱啊 我觉得明显给我留了个断 周边黑级这么多的白旗 跟我作战没什么好处吧 我这一路压过去就行了 那我把这个子吃了 白旗血亏啊 黑旗中间的走这么厚 哦,他为了围下头是吧 这儿退一下 还是提掉呢 退一下吧 退完之后有个搬 哦,果然 好,那我先搬一下吧 这个不用保留啊 这些先手能走到就赶快走 这个搬完白旗只能 白旗只能 对,白旗只能弯 白旗只能打吃 否则被后头一打吃 直接打漏风了 然后黑旗还可以往里头冲一下吧 这个冲不一定能冲到了 嗯,这边 直接给它间断是什么情况啊 现在黑旗比较厚 这块就可以把白旗断开了 旗厚了之后 就是可以下得无理一点 否则你搞那么厚干嘛 白旗右边给你交换 得了那么多实地 所以你自己这旗厚了 就要好好利用 该过分就过分 白旗只不想 这把下都卖了 不会吧 这下都给我了 哇 这白旗也太洒脱了吧 这气子比我还熟练 我一直觉得 我的气子能力 已经惊为天人了 没想到这白旗 更上一层楼 往这并一下 白旗怎么办 这个 哦,我看错了 我看错了 我看错了 没事的 白旗补齐就行了 我这个病太臭了 这没事 这个冲我看半天了 这个拐我看半天了 白旗再冲 是不是 是不是要冲啊 靠 一样的 沾上 哦,哇 这不都一样吗 打一个 沾上 我也沾上 白旗往这刺一下吧 应该是要往这点个方 哦,点方都不点了 下的这个斑 没啥好处吧 白旗 现在点方了 也可以 也可以 哦,这个点方 我还不敢靠上来 顶住吧 气比较紧啊 右边 没事 这走着半天 这实地已经完全领先了 看看黑旗这实地 下都吃这么多 上头一个角 白旗也没什么实地嘛 这盘旗 右边这有一块实地 关键黑旗下的这条边太大了 哦,这部旗不错 想攻击中间的黑旗是吧 这块飞一下 跳 粘住 也可以 可以 上头走后了就可以攻击了 这边可以扳住 中间稍微处理一下吧 看看白旗管不管 白旗不管 白旗我决定该 这是什么东西啊 让我看一看 跳到这儿是不是一步好棋呢 跳到这儿 打了 粘 打 粘 粘 粘 跳到这儿好像是一步好棋 白旗不敢打 打下头这儿 打下头这儿 我粘上头 不提 啊 这 行了 这盘旗结束了 说我等着你呢 你还往里头 你还往里头断 我自己还好歹算了算了 白旗比我 比我还大胆啊 直接给自己这撒送死了 这撒死了 中间的黑旗就活了 不仅活了 活的木手还多还厚 白旗下头还有个断点 这 就没得下了 白旗补这边了 都把它断开 这白旗真的没得下了 中间这个失误太大了 哎 下头点脚也没用啊 活个脚也没用啊 哦 点到这儿了还 点歪了吗 我怎么看着像点歪了 这个跳 啥意思啊 行了 白旗补这边落了个后手 然后黑旗 先手补住左上 行了 这盘旗彻底结束 没有任何机会了 这 这下啥呀 嗯 这边我还能拆过来 他看到一个点是吗 这点不成立的 靠进来 可以 作战 脚上能活吗 这 脚上怎么看着像一个 你懂的形状啊 笑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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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形状啊 这道题我不会 你们帮我解答一下 好好好 这个段其实给我整的挺烦的 脚上我就放头活 刚刚唬下去就是大猪嘴了 他要刺我一下 行 真是得寸进尺啊 好了 这盘旗反正就赢了啊 左上角没有没有没有出现这个我想象的想要的效果 所以咱们再来一盘啊 真的不是为了炸鱼 是为了看一看对手怎么应对我这种手滑的情况 再点个小木 哎呦 直接直接挂上来了 看来对手很好战嘛 那这盘旗我就要认真下了 这盘旗我就先不玩的那么花少了 对手比较好战 那我就跟他战一战啊 尝出来 尝出来的话 走那个定势我觉得还可以 我想走这个定势啊 刚刚黑棋忘打了一下 应该先打 不打的话 白棋就可以尝出来 然后黑棋只能断外头 这样外头这个子吃不干净 即使走成这样 即使现在争子有力 将来会不会被引争呢 所以这个特别烦啊 只能提掉 提掉的话 那我这边点个33吧 这盘旗呢 由于对手比较特殊 所以我就不再试那个手滑之后 会有什么情况了 我就想跟他好好战斗一下了 这边飞出来 尖一个是有一手棋价值的 算了 其实还是可以玩一下的 点个55吧 就当我手 就当我点歪了 好 毫不留情就过来了 行行行 这个不便宜吧 这不我连扳着 这不我连扳一下 这黑棋不便宜吧 直接点到星位 我挡住 我看看 这我断上了 你咋办呢 黑棋有点冲动了 现在 尝进来 尝试先手 我要粘上 然后爬 打一下 是不是有 我看看有什么妙手 没有啊 这块 我还 我想看到个东西 试试啊 尝进来 先打 对 然后尝吗 尝的话我一跳 立 好了 我期待的事情好像发生了 让我 没发生 我看错了 但我没说 但我没说 这先跳一个吧 爬进来 好 这儿 就先这么放着 不过外头打一下 给我打后了 这个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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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先搬一下吧 沾到这儿 为了下头 这个不让我搬到 但是这边多损个关子 行了 没事的 外头吃一个吧 吃一个感觉更厚实 或者并住 并到哪 这骑形不好补 跳到这儿补 跳到这儿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补了 这个骑形很别扭 但是左下能把黑棋 全都封在脚上 我觉得还行 不是很亏吧 我看看对手的战绩 怎么点不开了 点开了 对手还挺强的 马上升断了 这边黑棋再长 然后多压一下吧 黑棋还得再长 或者尖 怎么打到这儿了 这看看 粘上吧 这是干嘛呀 把白棋撞后了 这没啥用 好了 拆个二吧 我应该拆三的 我怎么这么怂啊 现在 这棋我能拆二 立三拆二 这也是我走出来的棋 不是 让我算算 立下来 立下来黑棋咋办呢 真就黑棋不算吗 就 看见断就往上断 断了笔气 是吧 那气比不过我怎么办 这种 白给了吗 这就 这多亏啊 是不是 太亏了 提掉就行 这地方 被白棋走后了 黑棋中间就成古棋了 多亏 白棋这 随便抢 行行行 行 你厉害 打一个 我赶快 把上头围一手棋 完了完了 估计 还行 来得及 现在问题是下了白棋 是活棋啊 没事 赶快把这围起来吧 怎么围呢 飞到这 我感觉有点过了 飞到这 飞到这 飞到这吧 保守一点 嗯 这盘棋 优势没有刚刚那么大啊 现在比较大的棋在哪呢 这团一个 就是一个眼 哎 疯了吧 这黑棋 没见过这样下棋的 行了 我刚刚说这盘棋优势不大 现在这盘棋已经结束了 黑棋随手太多了啊 我觉得实力应该是有的 毕竟在五段升率挺高的 马上升六段了 但是随手棋实在太多了 遇到一个下棋稍微比他细心一点的 这 致命的问题 不续战了 今天主要是来调查无理手的 不是调查手滑的情况呢 调查的差不多了吧 这个号嘛 也不是为了炸鱼 你看我的ID就叫别炸鱼了 现在15胜零负了 在五段的调查已经 寥寥无几了啊 在五段的调查最多还要五盘 接下来到六段还是去七段调查 我就 凭运气吧 有些人注册个号就是为了炸鱼 多不好啊 是不是 咱们不炸鱼啊 嗯 行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觉得目的也达到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 کہER